生活中养生,养生中生活,又和大家见面了 俗话说,一个俯虎工胜过十个俯国村 人之所以衰老,就是因为日常缺少肌肉方面的训练,缺少锻炼 身体的机轻微就会逐渐的萎缩,甚至消失 等到了七十岁以后,基本就降到了百分之五十以下 所以加强肌肉方面的训练,对于隐缓人体的衰老是非常有好处的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提升身体整体肌肉力量的动作 这就是俯虎工,首先是双手双脚蹭地,将同步抬起来 两腿两脚变拢,头部和上身在同一平面 不要拱背抬头,曲走扶身向前,同步落下 头抬起来,胳膊伸直,停留三到五秒钟 然后云路返回,下面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曲走像做佛神一样 曲走像做佛神一样 然后将同步抬起来 然后将同步抬起来 再云路返回 这是一个完整的动作 速度要缓慢均匀 不要太快,保持自然呼吸,停留片刻 然后再重复刚才的动作 之所以说一个俯虎工,胜过十个俯活蹭 是因为俯活蹭是上下运动,而俯虎工是前后运动 俯虎工的难度要比俯活蹭大很多 对于刚做这个动作的人 如果能够连续做十个,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 整个动作过程都要脚筋着地 这个动作能够锻炼臂力和核心力量 拉伸到的体内生成肌肉 在平时是很难锻炼到的 注意,在保证动作不变的请提下 一定要有意识地放松全身肌肉 因为难度比较大,刚开始可以少做几个 您长的朋友,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做 然后慢慢地再增加数量 今天我们主要学习了一个俯虎工的动作 做这个动作的要点是 做的时候一定要放松全身肌肉 并且它与俯活蹭的区别是 它是一个勤后运动 这点一定要注意 经常做这个动作 可以锻炼身体的肌轻微 对于隐缓衰老是非常有益的 大家有空的时候一定要多练习 方法简单,贵在坚持 喜欢的朋友请记得及时关注 点赞转发和收藏 谢谢